《词语》 《词语》 我今天讲这个信息 第一 我放在我心里面主要的第一个祷告 我不要你们认错问题 这是人心里面的问题 还不算是基因 生理 或者有一些环境造成 那个还是后天的表层的 我每次这样讲 重要是你的私欲 你的骄傲 现在的人有很多的分析力 思考力 当他们精神状况或者怎样不太好的时候 他们会分析 我昨天做了什么 我前天怎样 对不对 好像我很消极了 所以我最近很忙 所以我调整我自己 对不对 现在的人是分析力 思考力都很强 但是人再聪明也不能明白 这个内心的问题 内心的问题所在 你不明白内心的问题 没有用的 因为圣经讲很重要 主耶稣亲自所说 马可福音七章 刚才我们说什么 主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吗 从人心里面 各位注意听 人心里面出来的 很多的恶念 狗和 凶杀 奸淫 妒忌 骄傲 狂妄 从人心里面 灵魂最深的中心点 那个地方出来这些问题 心里的问题是不能经过有一些的调和 有应对法 然后时间安排好 这些东西 人家跟你说 或者你去找 counselor counselor跟你说 最近可能你menopause 所以你调整一下 最近你刚换工作 最近你刚生孩子 所以你不太情况 你要调整一下 不要进到忧郁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你找 counselor跟你讲的 跟你内心的那个问题 有一个牧师 他帮助那些很严重的性问题 妓女 卖身的人 同性恋 transgender 这些人他帮助他们25年 这个牧师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话 他说 其实他发现 人心里面有一个最骄傲 也最刚硬的地方 就是他采用了一切的方法 之后还是不愿意追求 他内心真正的变化 他说从这些做妓女的 卖身的 他们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去问 哇 他们以前不得了 给他的妓夫什么强奸 什么啦 这些 trauma 哇 他们这些 所以你找 counselor的时候 counselor一直跟你说 以前的问题不是你的错 以前你父母离婚了 有一个姐妹她很痛苦 她一直觉得她母亲跳楼 是因为她 你错了 counselor以前你的妈妈跳楼的问题 不是你的错 一直跟她讲 counselor一直一个小时跟她讲 没有用的 她回去她就被折磨了 那个牧师说 真正改变的人 真正走出来的 她的内心真的有一种变化 这是超自然的变化 一个姐妹 她说 她的丈夫以前是同性恋 她说 当我的丈夫从这个性的坠 她再也不进到这种同性生活的时候 不但他停止做那件事情 他的人变了 以前我认识他的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现在不一样了 以前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我为中心 但是现在他不是我了 是主了 是主了 他以前是想要得的 现在是交给主了 给了 他里面有一个主人出现了 这个transformation 各位了解吗 各位我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人的心里面的变化的事情 人最刚硬的地方 就是不要相信这个心里的变化 心里的变化 我有很多的方法 我可以解决 我可以调整我自己这个东西 错了 我跟你们说 内心的变化 从这个地方开始 所以他不但停止那个罪 他的整个的生命反转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bud